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收看正言上人那里足迹 每年的10月1日 被国际北美素食主义者协会 定为世界素食日 推广素食健康效益 有爱动物 有爱环境 上人近年来不断强调大灾教育 时事为大 非素不可 近思弟子从年轻人到大老板 无不响应 大家都尽己之力 推广如素 接下来让我们一同收看今天的节目 自己也没有犯著 千百姥 不过一查 走 十八 十八 一百 十八 松 一千 小雪 南瓜 最近 一個店是幾個嗎 一個 一個 沒味道就不能出 快點來店 所以我要來拜託 拜託 拜託 讓你中間這麼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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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宅教育 師傅為大 真的 揮手無可 揮手無可 揮腿無可 因為 這個教育 一定要說出來 只要說 分食 這是吃的 是欠缺的餐 你吃它 晚餐 最早要逛逛 有餐 就是 行四女 打試好了 各位菩薩 真真的 我們要很了解 當冠大家 我們不要跟眾生招呼 我們可以 在這裡的動物 看你 關系 秀它 痛它 所以 保護它 这就是咸 我们要一个完整的爱 就是你不杀 你爱他 所有有生命的东西 我们都可以爱 所以连动物我们也要爱 这样主人就是爱人 这个是完整的爱 三 二 开始 大家好 我们是Clan's Eaters 为了能吸引更多人 响应蔬食 重视环保 我们拍摄蔬食吃播 推广蔬食创意料理 以及简易烘焙 与年轻人的思维及喜好做连结 让蔬食推广可以更贴近年轻人的生活 我会继续延续阿公黄胜碧 爸爸黄玉树未完成的使命 继续努力加油 像灰筋钩一样 运用自身的力量 以及自媒体 帮助施工上人传递更多的善法 我们频道走勾分成三个面向 第一个是环保爱地球 我们去环保站 剪食别人不要的废弃的酒瓶盖 然后制作成环保的桌游拉米 然后全家都可以一起玩乐 第二个我们负责的就是 蔬食爱地球的部分 那我们蔬食爱地球 我们平时自己会在家里 动手做一些蔬食料理 来推广给更多人知道说 蔬食其实并没有那么困难 我们可以透过简单的蔬食料理 然后全家都可以很开心的 享用着健康美味的食物 那我们第三个面向是 新蔬食餐厅 我们会去一些比较新兴的餐厅 让大家颠覆以前 对蔬食既无趣又单调的印象 哦 这个啊 这个其实是用素的材料做的哦 看到年轻人啊 而且也想到了 刚刚说的 十二代 十三代 现在呢 你的妈妈 你的爸爸 已经又有你的长大 可见呢 时间过得很快 所以你们要好好地把握好 这样的好阴言 时间在不断地过去 未来的时代是你们年轻人的 所以你们要好好再接再历 还是呢 同学们 彼此联络一下 也推动一下 现在的同事也可以度 同学也可以度 同学也可以度 还有呢 你们下一代的 学生也好 或者是朋友的孩子也好 都是需要你们 好好地见人说实际 推述还是要继续地推啊 所有完整的爱女 要从推述开始 因为她疼喜生命 爱护生命 也期待能 换生生命 这就是 人间的健康 上人那时候就一直提醒我们 真正完整的爱 是要爱护动物 而且是不让众生苦的 所以即使是淡奶 都可能让众生感受到 因为我们的口腹之语 所以他们也需要 牺牲他们自己的空间 还有牺牲他们自己的生命 所以这件事情 我就紧记在心 那我就觉得 就是现在的 疫情期间的这个时候 我想要透过吃全素 然后来为这个世界祈福 生命 因为它是重 重的意思 不只是指人类 是指所有生命的动物 人物 都是生命 所以生命 所以生命啊 有情啊 他们有族情 看 婆子啊 跟人很接近啊 他们都很能相亲相爱 看看啊 这就叫最下面啊 企鹅 也是啊 总是呢 不同的形态的生命 都是共同啊 家族的爱 动物也有亲子情 不许总是 不许总是 活生生的 被拆散了 那被杀了 滚汤滚过了 那热腾腾的 放在桌上 联想起来 联想起来 总是呢 悲心大气 所以 一念心转 爱的能量啊 就 开始 这就是人啊 人是万物之灵 他们呢 很快速 被启动 开始呢 不只是 自己 录书 还会呢 去宣导 他所看见的 感觉的 敬切 自己 是这样 也要 劝导 人人 说 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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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的员工 一千多个人 对 这一餐的 午餐 都很有 期待 上人如果 不相信哪一天 你到十一点五十 你看 一天是六道菜 我们有 一百道菜 轮流出 但是真的 我的员工 每天午餐 你可以从他的笑容 脸上看到笑容 就是有所期待了 我现在又把他推到银行 往来银行很多 那他们一个月都会来用餐两三次 那 我说 那我剩下的人没有来我送给你们 其实他都这样不好意思 我说那我说三十块 书籍的钱好了 那现在就蛮多银行 就跟我订 这个 我就开始推到银行去 因为有跟水灿的一年 刚刚在我公司排演 一百零八天 上人有要求说 你要排演水灿的人 你都要净数 我就说 那我要提供一个净地 所以我就跟我们员工想好 这一百零八天 全部统统跟着我们的食用事业 他们在公司 都是素食 经过十年 素食就一餐而已 我们的员工 你如果大概是六十五岁 六十岁以上的人 他就实际上跟我讲说 你做个光这一餐午餐 真的我的什么山膏 什么都没有 我真的这么好赢 这一年半来 我就全部净数 就是很自然的 完全没有这个欲望 那我自己感觉 基本上你看我七十岁了 我现在还可以一天做十八个小时 应该不输你们 我还想做三十年 来做慈祭 做了九十九岁 好 给你祝福 有心就有福 这叫做大灾教育 大灾教育 在这个时候呢 真正的没有其他的灵荒妙药 只有人人来卢素 那为什么要如素呢 好好地想一想 如素可以节省多少 这声音很多 说平常的素食 是不是应用 谢董事 可以证明是很应用 也不是应用脑筋 还好 素食啊 的确呢 是给予人身心的营养 今天真的是很环补 素食是环补 常常说 仰头要感恩 感恩的都是天地平安 更要感恩的呢 大地五国茶粮供应给人类 其实呢 我们顺了天地气候 那春夏秋冬 大自然界的呢 它顺着整个 都有不一样的 粮食供应 所以我们只要呢 顺天地 事迹地 供应给人的生活 也是呢 会调和 不杀他 就是因为人不吃他 一只两头一转啊 就转为受血 在分时 杀生的 他及时停止 所以 下的生灵 有得救啦 当然啦 到了最后也是 你不杀他 别人杀啦 但是呢 别人造业自己不造业 人感本来是陷恶啦 都都有了 不过呢 还是自己自保好自己 不要去沾到 饿的链头 保持得上面 所以 素食真的是很精华 给予身体的健康 而且呢 如素的孩子 但是 他的脾气 习性 会比较稳定 这真真的 可以很多的体验啊 真的是 大家可以来尝试 大灾教育啊 如何放生 爱护生命 血董 一念一转啊 第一家 就已经呢 叫了多少的死命 原来是不养他 我们也可以生活 不养他呢 可以保护大地 因为呢 你要养一只鸡啊 鸭啊 要多少个月 而且 他要吃掉了多少飼料 他要用多少水 看看要消耗啦 水啊 粮啊 飼料等等啊 才供应你们啊 餐桌上呢 那一盘肉 还是呢 一斤就消耗掉了 看看 每一只鸡啊 猪啊 牛啊 那那个脸部啊 五官俱全 跟我们人都同样 但是呢 人 为了 为了 生命 吃尽了所有的生命 吞食 这实在是 好好的思考 实在是 没多力的 那我们要如何呢 顺利健康生活 那就是 如数是这 我们要再加热 我们要加热 我们要加热 这些人 可以加热 这些人 都要加热 我们要加热 这些人 带动力啦 还有呢 大企业家 大老板 也这样放下身段 透露啊 他们的国家 给他们奉作 单势力 这就是 尽管 社会尽管啊 总是呢 也不知是 世界排行的企业家 他在过一年前 来发连 我在跟你说 天下要平安啊 有些人要收拾啊 他马上 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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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听话 看 何常啊 很虔诚 我从今开始 缩死 我说 他是今天是不是 他说 不是 是从今开始 缩死 过一年咯 过一年咯 你看那个秋色 你就知道 耶稣在说是不是完全是专报 他还是专报 不是只有他 不是一天 他是当时已经过年了 所以大家就知道 他是熟悉 就是要这样 你们的影响力 有好影 这样手就会慢慢提高 而且在国际 这样走来走去 这样推数 很有话题可推 不管你要听人 不管你要让人听 就要这样来推 所以说 只要心念一阵 再困难的事 也都不困难 那不做 什么都困难 要做 什么都可以做 所以说 功德无量 看看这些人 都是国际人数 整个人的心力就对了 说是可以让你澎湃 也可以上了五星级大饭店 为他们都开了 叫做 都 喂 好了 没有 还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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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不能 reductions точ 来 来 来 我記得有一回 他們一群企業家也好 要回花蓮來 煮一餐供養師傅 因為師傅沒辦法去他們家 他們就也好回台灣 他們要親自老毒 他們就是要做一餐給師傅吃 看他們真的在那裡 午餐的時候 走過了人道 到了大寮的頭上 看到了他們穿這樣的服裝 認真看清楚 那是你們 他就說 我們今天回來 煮一餐供養師傅 看 要像氣騰頭 所以 彈好花 日期 坐下來 他們的菜盤 端得高高的 他們三人 就送菜出來 真的 這樣的家庭 好像看到了一群孩子回來 他們要給長輩 讓四大人 開心 可以換成了太陽的服裝 露露 這樣來光陽 真是喜歡這四人 看到的人間的好人好事 他們是 他們是名副其死的 人間不殺 是花心立宴來人間 那些人 都能隨便 推數 推數不可 推推不可 可見 這多事 不限于宗教也不限于人种 总是大家共同一个目标 树 唯有树才能帮助气候变迁 这样的议题 有人就会有污染 因为人的生活都是靠了物质 那最大的问题大灾时事 加一大事 所以这就是我们要如何教育 这一两年来我一直天天离不开 大灾教育时事伟大 加一大事最大 这个世代我们要告有 所有的生态都是现在要重新教育 所以我们要来推树 树才能净空 真正清净的空气 总是要叫掳树 因为昏食 看看多少动物生命 都是因为人的食欲 口欲 所以要养很多很多的动物 一张口一天要吞食多少 相信大家都清楚 不要听的就过去了 听的要放在心里 好好地思考 我们要身体力行 提高人能清楚 实事伟大 我们大家要共同来努力 感恩祝福你 大灾教育 飞速不可 上人苦口婆心叮咛 大老板 以身作则带动员工 年轻人 则是从最新的自媒体开始推行 都是希望透过自身力量 带给社会更多 食的正确观念 注入舒适正能量 十月一日 是世界速食日 广要大家行善从如素开始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正言上人那旅足迹 我们下周见